不是吧不是吧 不会有人都玩半年了 还需要扶贫吧 这位粉丝给我发消息 让我帮他扶贫 我点开了之前的消息记录 好假混 他二月份就给我发过消息 半年都过去了 看一下他操库啥水平了 有85W的存款 不算多 不过精致的枪一大把 比我的都多 既然都上号了 那就帮他整点存款 第一把扶到了废析机场 一路跑过来没到人 但是刚下地铁就感觉不对劲了 一股狡气向我袭来 先站这里等他一波 过分了 直接跳出来瞄我 太假了吧 看了一眼他的名字 他家伙 你倒是挺直接的 真会一些 第一把就一刀打个 又买了几百法子弹 再来 宿舍楼的复活点 可以提前出卷就很耐斯 摩丁 什么情况 我先入循环了 这怎么回事 以前一刺就搬出去了 现在给人掏瓦呢 不会是修复了吧 去房里再试试 啊 家伙 这铁丝就出来了 先来黑市买把箱子 然后直接去扶射区 换到的摇摇车已经不在了 直接走呗 骂 有人 什么情况 盒子开局三分半 他咋都从辐射区回来了 不按套路出牌啊 盒子是粉光 应该有平板探测器啥的 人手子弹 我明白了 这家伙是个老六 因为一个人就跑回来了 这么好的机会 他连辐射区都没进 不会到现在连个板子都还买不起吧 那辐射区就都交给我了 哈家伙 箱子快开完嘞 现在蓝图还得往保险箱里飞 这说明啥 说明这把太拉了 最后一个箱子了 再来根金让我刺满保险箱吧 哇 双黄蛋 原来好东西压轴出场啊 哈哈哈哈 再把刚才藏房底的一拿 坐上飞机 直接留 这把整个180W 先把编买物都卖了 然后领个武器箱 虽然我自己号开箱不行 但是每次帮粉丝开的 都是好东西 哦 nice啊 毒眼没扣 直啊 现在层场已经24W了 再来一把 本来想去购物房的 但听到里面有脚步 那就赶紧先下地铁 不过下地铁有小心 最近楼梯的老六嘴的我 吻丢 还好看了一眼 他大盆子 先跟他绕 旁边的人过来嘞 先下地铁稳一管 呀 吻丢一跳 真是个鸡鸽 哇 啊 啊 是个真的 啊 注意听 还有一个脚步 来了 打 先躲一下 出来以后 本来是想看一下的仓库 还有没有子弹的 结果一不小心 点到了变卖卧这儿来 走 啊 假鬼 600W的金条 200W的蓝图 500多W的狗牌 仓库总价值 2000多W 比我都肥了 这还不该锤子 你们这些肥的 都别捣乱了啊 先退了 去服下一位